IG的網友喔 然後他說 給他一筆錢 可以保證讓我的流量飛上天 我就直接回他啦 我說流量對我來講 其實真的沒有意義啦 因為流量不能換成錢啦 你一部50萬觀看的 不管是IG或者是Youtube的影片 他不到500塊台幣吧 重點是我的IG連營地連開都沒開 今天發那麼多影片 全部都是生活好玩而已 不是為了賺錢來發的 像我是真的喜歡 像我昨天拍那個 老阿波魷魚羹 我是平常真的會吃 我才去拍 對啊 你要賺錢應該去找那種 真的想賺錢的人 就像說好奇 對啊他已經開始接業配了嘛 對啊已經有餐廳給他錢 然後請他去吃了嘛 對不對 錢對我來講 已經不是重點 而且你看我平常辦活動 有時候 隨便一發發個五萬十萬 錢都隨便亂丟了 對啊 流量是沒有用 所以很多年輕人或是學生 他們可能有錯誤的觀念 YouTuber很好賺什麼的 第一次流量沒有錯 廠商才會認同你 如果你是瘦子明星什麼的 你有辦法直接讓粉絲 贊助你 或像館長直播的時候 直接就有人贊助你 那沒話說 不然的話你就是要 去做產品出來 去賺錢賣水餃賣什麼的 亂七八糟海鮮 不然你只是跟我說 你要把我流量衝高 然後要跟我要一筆錢 我覺得這完全是 完全錯的做法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說 你幫我把流量用高 然後再者 你想一個企劃 不管是賣衣服 或者是一個活動 也好 大家一起來參加我的演唱會 或什麼的 然後賺到的錢你來分 不是說 我給你一筆錢 然後你說我會把流量衝高 然後呢 我拿到了什麼 就一個數字 那我去買HDD就好啦 台灣最大水準 超便宜的欸 IG1萬個讚 才300塊而已吧 對啊